大家好 我是桃園電子報記者吳永平 又到我們聊事證的時間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我們桃園大眾捷運公司總經理 莊英正 莊總經理 總經理是不是跟大家打個招呼 還有吳特派也好 還有桃園電子報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最近尤其他TPAS開始的時候 是捷運的使用量突然變到很大 對啊 尤其在疫情之前4萬多 然後開始我看一路到 每天到7萬 9萬 10萬 幾幾年可能11萬 會有11萬 每天有11萬 是是是 醞釀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民眾就有些反應 就說好像我們班次是不是沒有那麼多 當然不能跟台北比 可是大家還是有需求 公司這方面有沒有做一些調整 其實我們那個疫情就在111年10月13號 就是邊境的管制結束之後 對 沒錯 那時候其實我們已經有意識到人潮會回來 但是因為疫情期間 我們的司機員的禁用 盡量解溜 所以當時我們就趕快 就是在招募27個司機員 這個就是為了準備後續 必須要來開始來恢復正常的班距 其實桃園以前是沒有加班車的 我們也是去調查 是 林眾大概對 搭乘這個集結 他的印象是怎麼樣 一般的感覺說很慢 很慢 其實真的慢嗎 其實我們的那個 那個像我們以直搭車來看 是是是是 我們的平均速度已經到每小時58公里 普通車也有37公里 我們一般檢驗系統的話 差不多30 31公里 其實我們的車子是比較快的 但是我們距離真的很長 距離長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搬去 剛剛那個伍特派講到的 就是那個感覺 是不是搬那個車子不足等等 所以在去年我們 就是以攻擊來帶動需求這樣的概念 就是讓旅客愛搭陶傑 第一個不是人自然回來 要讓他們怎麼愛搭 還可以再增加 是是是 不是之前的回來而已 是是是 所以第一個 我們在10月17號就開始加班車 但是因為那時候 為什麼不一次加多一點 剛剛提到就是 那時候司機也真的夠 另外7月10月到今年3月1號 總共就是往北 是 這尖峰7點到8點這個期間 是是是 連續就是打了 這個4班的加班車 所以在那個1小時裡面 我們如果是以那個A8站 這個長庚醫院站來看 5分鐘一班 所以 以目前來看現在那個 那個承載力 我們在算那個承載力 就是每平方公尺占多少人 是 現在是2點多 是還是OK的 我們以後的管制點可能會在 每平方公尺3.5 在未來再考慮說 是不是有需要再加班 但是現在一個車速 車輛速的 車輛速不足 車輛速不足 所以我們現在 也有想到一些方法 因為其實我們最主要 這個是在北段 A8到A1這一段 尤其是A3 A2等等 這個是比較多的 如果可以解決別段的問題其他 應該 就比較容易一些 比較容易一些 對對對 當然沒有錯 因為剛開始的確是 大家會 感覺好像一下子 可是好像不太夠這樣子 對 師傅當然也是希望說 把人潮導向說 來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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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接駁車從三角那邊 上去 對 就是其實有一些是 最後一理路 就是下了季節之後 所以其實我們 也在這個 這個清普特區這邊 A217 這個巡迴公車 希望可以把附近的人潮帶來 另外在那個 泰山 那個附近 我們那時候也多 跟交通機協調 做了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循環公車 是 把這個人潮給帶進來 大概 最後一理路 還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對 你們還不是有桃園 你們還有 對呀 還有新北 很大一部分在新北 對 人的部分 我們叫人潮的部分 很大一部分在新北 如果是音量繼續在成長 其實我們這裡的成長特別多 我們就看那個 其他的間系統 或是 像其他 像我們那個 這個 以跟 108年 就疫情前 疫情前 我們的成長到現在 11萬 以今年 我們今年應該會有 11萬3000 以這個跟那個比 增加將近 50% 對不對 再來高鐵也不錯 高鐵差不多 增加16% 像北捷的話就沒有 北捷差不多回到 108年 那時候的水準 但是 季節 就增加很多 我在想 應該是跟我們這裡 因為我們桃園的人口成長 對沒錯 這個知道 我們桃園人口的成長率是 前台灣第一 我記得是 疫情前是 223萬人左右 那現在已經232萬 239萬 沒錯 這個還有在 原線 機場原線的這個建設 可以看到很多 對 青湖地區 對 現在就算A13比那邊 我看到很多房子在蓋 那不可兩對 對 那個運量 就那個站也都增加一對 一天也有2000多人 這個 這個都有在發展 對你們整體收入來講 財務上面就會變得 稍微好一些 對 其實 陶姐算起來 我們疫情 你看到疫情期間 就虧損了25.8億 二十幾億 如果再加上營運錢的一個虧損 一個字本就沒有 就沒有 不過好消息是在去年 就是112年我們有 1.24億的營運 是 今年 我們也準備要發 今天 就在今天 要發這個 這個績效獎金 已經很多年沒有發 是 可以發績效獎金 這個是好消息 是 今年4月 3月12號 那個 前 副院長來的時候 他就 答應大概就是要補助 我們來購買這個 這個新的電電車 那 而且我們跟交通部也 也在 在3月份 達成了這個共識 是 就是買10列車 買10列車 那6列車 直達車 是 的部分是交通部會 給那個 相關的補助 大概 大概就是 一半一半 所以 但是因為現在 在那個 因為耗製 車載耗製的一些問題 報價現在還不是很少 那這個 目前還在大家 還在努力中 那希望可以趕快 有新的電能車進來 對 那我們就可以加更多的車子 有好幾個站 其實還在 已經開始做區段徵收了 對 到時候後面那邊的人口會出來 其實那邊的人口會出來 對 我們就講A20站 旁邊整個區段徵收 它整個在開發 是 這個 現在 一天不到200人 不過以後 那就不一定了 以後不一定 那看看附近的 那個 那個住家一張 增多 A20是中壢 未來可期的地方 真的是 那個弄起來真的是 那是非常不錯的地方 對 所以有時候講說 你們延伸中壢 延伸到火車站 其實是有必要的 的確是有必要 那個 其實你看 本來是在機場 對 機場從A1到機場 這是主要的 對 再來A18 就是坐高鐵來的人 對 A18到機場 再來就是中壢 對不對 以後如果延伸到中壢 坐台鐵的 對 也可以 那當然這還有 都會裡面的一個 對 對 所以 我是覺得 對 對這個 後續 集結這條線 是 它的音量的成長 我是很樂觀 在家裡 對 都會 在家裡 都會有 都會有 在家裡 都會有 在家裡 都會有